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4日 星期三 我們最近在Twitter也多了很多貼紙出去的 今天我們看到內地人 看到內地人轉貼香港的一則新聞 就是一群香港的小豬 被人騰到大灣區投資 結果買了 到現在很多年都收不到樓了 有些就持續了五年那麼久 這群小豬的方式就像大陸那些 維權人士 又或者上訪 去到申訴專員公署上訪 內地的網友貼一張照片的時候就說 香港人也要搞上訪 割韭菜 割到香港 我們 把最近柬埔寨豬仔的事件 跟香港這群大灣區豬仔做一個比較 發覺大家有很多共通點 共通點也是信人 一個 就是信了他的朋友 或是信了一些公司 或是信了一些招聘廣告 一個就是信了香港政府 其實這個 慘痛的經歷 信香港政府的 更慘一點 因為如果你信朋友 信同學 或是信這些 廣告 說有10萬元一個月人民幣 就可以去柬埔寨做可觀 我覺得 可能有很多人沒有查清楚 但是 一個香港市民 他信香港政府 根本不是他的錯 誰知道 他的損失 比起柬埔寨的豬仔更慘 比去KK園區被人抹摘器官 所以 這一節 我真的要替他們 慎冤 始終 大灣區豬仔 比柬埔寨豬仔更多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呼籲大家 831的集會 大家記得來 因為831 是香港政府 對於香港市民在地鐵裏面發動一次恐怖襲擊 而這群人 比起721那群暴徒更加兇殘 據說已經打死了不止一個人 一直以來政府都隱瞞 所以我們831一定要 去參加這個集會 這個集會不是示威遊行 是一個集會 袁爸爸也會到場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記得時間改了5點 說回這個投資大灣區 因為 現在在上面 大灣區基本上 到處都是爛尾樓 投資的陷阱到處都是 有人買了橫琴住宅 誰知道又爛尾樓 結果那裏 就不是住宅來的 是寫字樓溪 買了的人慘了 住宅你也可以不供 寫字樓一定要供 銀行說要告你 港府 很多年前 致力推廣大灣區 不斷困人上去買樓 當然很多市民就信了這個香港政府 沒有想過 你會動我的嘛 是不是 誰知道政府也會動人 是不是 市民被政府動 其實這些叫做割韭菜 不過當時沒有這個詞語出現 現在 我們找了一個比較貼切的詞語 就是你本身就是韭菜 政府就要割你 買中了很多爛尾樓 竟然 有香港 最少有9個爛尾樓的府主 有20多個香港的府主 昨天 集體到申訴專員工處 投訴相關部門 投訴什麼呢 你應該投訴前特首 投訴投資推廣署 投訴消委會 很多部門投訴 那麽他們的府主就說 他們先後向中聯辦 香港政府 香港的政黨和立法會議員求助 政黨 現在只剩下民建聯 新民黨 你找他們吧 他們應該幫到你 如果他們也幫不到 那麽真的沒用 那麽你投票給他們也沒用 他們說 其實真的沒有用 因為投訴沒有滿 府主質疑當局 大力宣傳大灣區 卻對市民 糟糕了 投資大灣區蒙受損失 就不肯幫忙 申訴專員工處回覆 會按一般程序 首先評審 投訴是不是屬實 以及是不是屬於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 以及 有沒有表面證據 是足以供這個 申訴專員工處展開調查 大約需時10至15個工作天 就會說回覆給你 受不受理 有20多個府主 去到申訴專員工處 投訴 有關部門監管不力 府主之一的陳小姐表示 2017年他響應政府的宣傳 鼓勵港人移居大灣區 所以他學了林鄭月娥跟著他 去中山置業 結果 換來爛尾樓 林鄭真是害死人了 事後他向中聯辦 政府 政黨和立法會議員求助 但是對方只能將案件轉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處理 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也回覆 我們也做不到什麼 只能協助府主將相關的信件轉交中央 原來真的要你們來吃屎 你們到底可以做什麼 政府 你會哄我們上去買樓 一會兒就出賣我們 我們要申訴 你會說我們幫你反映 那是甚麼一回事 你們 好像是老千集團一份子 你們有份分嗎 那些房子你們有份分嗎 陳小姐繼續說 過往曾經去到北京申訴 上訪去北京 他說我們愛國 我們愛港 才會上去買物業收租的嘛 現在出了事了 政府不可以把球就這樣踢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到底是誰幫我們出頭 我們的父母官去了哪裡 父母官 1949年之後就殺了 是不是 陳小姐 希望港府向中央轉達有關問題 協助受影響的香港人 討回賠償 大陸也那麼多人 被人受騙 也不能討回賠償 香港人不通有特權嗎 是不是 你真是難為了他們 他們明知道是做不到的嘛 是不是 好了 另一個虎主叫梁小姐 早前花了300萬置業 投資了一個亞洲廣場的中山樓盤 中山樓盤值300萬也挺貴的 他就說 消委會早前已經提倡 規定所有從事銷售 境外一手住宅物業的地產代理要領牌 但是港府 始終就沒有對這些隔山賣牛的情況監管 梁小姐說 大陸的物業爛了之後 曾試過在香港報警 但是警方不受理 也不是在香港嘛 你是被大陸人困了嘛 他認為 大灣區的爛尾樓 跟最近東南亞賣豬仔 詐騙事件 是相類近的 都是屬於跨境的騙案 只不過我們是被人騙了的金錢 這些豬仔可能身心受挫 不過 豬仔也有機會騙人 你們沒有的 你們是End User 最終受害者 這些豬仔也有機會騙其他人來補回他們的數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 所以 你們其實比那些豬仔更慘 豬仔 通常都不會持續很久 我們看回他們的個案 他們 剛才那位陳小姐 已經持續了五年 我想比起那些豬仔更慘 除了被沒摘器官那些之外 沒有人比你慘 梁小姐繼續說 她買入的亞洲廣場 是透過一間本港的物業代理公司購買的 以公司作為招來 之後跟我說什麼指公司沒有公司 我們普通人怎麼會分呢 全部人上當 那麼大間上市公司可以敢騙人的嗎 說到上市公司是否是美聯呢 因為美聯 要待你之後美聯上市 中原沒有上市 不要緊 這也不是問題 最重要 就是哪間公司賣給你 你就找那間公司嘛 政府也好像沒有什麼監管 我們就這樣用來比較一下 雙方面 都是屬於一種騙案 都是中國人騙中國人 跨境 這是屬於跨境的犯罪 但是這次 那個老千 或者那個騙子 是在大陸 其實中國政府是要負責任的 不過 中國政府是很兇的嘛 你夠膽向他問責 他就說你顛覆國家政權 是不是 又或者 你可能觸犯了國安法 你現在唱衰 中央政府 涉緣顛覆國家政權 令到人家憎恨這個政府 政府 其實 也不容易的 中國人有14億人 很難管的嘛 首先 我認為 你可能對於 我們的國家是有偏見的 你有沒有去過中國 你 不能夠 以這個一般的角度去分析中國 中國有十幾億人口 要養護十幾億人是很難的 現在中國人 生活條件好了 大家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 我們認為 如果真的是愛國愛港的話 就不應該 對一些 個別事件小提大做 個人的得失 其實對於國家來說 你們的得失 是很小事 是不是 既然是如此愛國的話 我認為 你們應該 將個人的得失 放在意邊 好好地學習習習近平的 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 讓習近平主席引領你們 發展新的方向 這樣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是不是 要放正能量 不要放負 不要 有些 不好的念頭 記住 黨和國家 隨時都是你的支柱 千萬不要問國家拿錢 千萬不要叫國家賠償 知道嗎 叫你買大灣區 你就買吧 買了之後 不論難不難你也好 這些不是國家的責任 所以 看開一點 當你 把個型的大局 跟國家的大局一比 你就覺得你的格局很小 是不是 個型的得失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 最重要是國家富強嘛 現在沒有人敢欺負我們 我們覺得 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怎樣 也好過去柬埔寨被騙了 現在 肥水不漏必人填 也是被中國人騙了 我覺得 也不是太大件事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